台湾网络上最近流传着一张照片 有一位中年男子用背带怀抱着重病的妈妈到医院看诊 这张母子情深的照片加上令人反思的留言 说小时候妈妈背你 长大了你会背妈妈吗 感动了众多的网友 经过媒体持续报道后 这名男子的身份曝光了 因为他是曾经担任过台南县调查站副主任的丁祖吉 重病的母亲双脚看起来好戏好戏 走不动的妈妈 儿子用红花背筋像抱着婴儿一般将她绑在胸前 坐在医院的后诊区 儿子一手抱着母亲 另一手像是轻拍着想要舒缓妈妈的疼痛 网友将照片泼上网取名母子情深 让不少人红了眼眶 大家都在问男子到底是谁 原来他是62岁的丁祖吉 在台南市调查处升格前担任副主任的工作 五年前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申请退休 为了试亲还曾经放弃升官机会 为人相当正直被同事称为丁祖人 当天是因为母亲摔断腿打石膏 坐轮椅回医院复诊会不舒服 才会买来包金被母亲看一身 我就看到他在帮他妈妈拉衣服 然后穿袜子 我觉得那种情景让我觉得很感动 他没有一丝 脸上没有一丝不耐烦 然后我看到他就是满头大汗 因为我爸很早就不在了 我就想说如果今天这是我妈妈 我有办法这样做吗 男子买来背幼儿专用的包金 背着妈妈看医生 感动的瞬间被相机捕捉下来 搭配发人深省的文字 小时候妈妈背着你 长大了你会背妈妈吗 想想看有多久没有行动 表达对母亲的爱与关怀了呢